時間有限了 剛剛鄭老師都八點半了 請大家儘快 我趕快先問一下 鄭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好像現在還有很多困難 沒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發表嗎 還是說這個已經是定案了 定案未決案 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些所有的像血液 就是這些檢測的經費 是來自於雲林縣政府嗎 所以就沒有其他的 像國會或其他的地方 完全沒有 林先生你只能做妙藝 那今年看能不能拿一點 台大出一點錢來做血液 我們血液都保存這樣 那你從血液裡面就可以看到更長期的 忽然的痕跡 然後可能看得到另外一個面貌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始嘗試做一些血液 那像剛剛講的那個策戰 也是也是這筆經費裡面 對 對 非常有限 那 防保署後來也有 所以我們就進行一個大的計畫去做環境檢測 結果沒有很好 雖然14個地方我們一測 但是我們就測到很好的滋溫 污染的滋溫 是在同一個計畫裡面 那老師知道說還有其他的計畫跟您在進行嗎 黃寶 黃寶 專位是沒有 六星有來 哦 六星自己有來 對對對 外面有一計畫是說 咱教授買什麼儀器 他就跟著買一個儀器 我在哪邊設站 他就在他的旁邊設站 聽說是這樣 我只要我有側站的地方 那他們就去 去到國小 側站的那個校長和老師 詹老師有個六星來設的時候 那麼為什麼說 因為詹老師在這邊側站 我聽說我都沒有 我又沒有空去瞭解這些事情 但是 老師那我可以再問一下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你的研究有發現說 這個 就是說在就是 破件的這個期程 期別 就是當然就在10公里內 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明顯的能增加 不過就是說現在的 就是六星他當然現在就是用 比如說四點多期來 一直在做反差分析 那其中有一個說法是說 如果破件了心腸 那他可能就淘汰舊長 對 那二次的部分 不知道老師是 是啊 所以我剛剛用SO2告訴大家 就是說 舊的核準的三分之一就超標 舊的核給他的流氧化物的排放 總量的三分之一 他就超過 以健康為基準的環境標準 所以要掃舊的 新增的要把舊的乘以三分之一 以後才開始談 否則就沒有意義啊 你就是繼續加上去還是會有 厲害 除非他報錯了 另外一個理由 有人說他報錯了 因為那個都不包括Fleya去燒掉的 你知道嗎就是他本來我們有一個叫Fleya 他就聽說300多天都用了200多天 就是一直燒 那個就不用報了 不用報排放量 其實排放量不是他報的 可是當年那時候他只有報這樣 所以現在要何可就說 既然你報這樣的排放量 都已經超標了 所以你就所有要乘以三分之一 就才來談 這個人說他已經超過當年的 這個就乘以三倍的話 當年排放已經超過一萬了 所以他有時候也是自己綁自己 如果說我報的都對 那我們就來講說 那就乘以當年何准的三分之一 以後才開始來做新舊替換 這樣才是環境現實 從SO2就看到這樣 從NO2從很多都可以看到這樣 老師現在您的這個報告 有放到現在的環境嗎 就是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不用 我們不知道 應該要用 對不對 這比顧問公司的環境報告更有用 為什麼我們國家不用 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他應該說這個在環境報告時候 當成文獻之一來回顧 不是嗎 對啊 對啊 因為環評報告的環境間 這都沒有很多 不是嗎 他們每一季要採幾次 他都沒有很多 那我們這個環評是有問題的 就是怎麼會這樣 他可以不接受 可是不能不說這裡沒有一個報告 現在說這裡沒有一個報告 不用管他 這是奇怪的 自己採用 對不對 這個是官方報告 這是雲林憲政委的報告 不是嗎 所以這個事情有很多就是 如果聽說下個禮拜又要審查 就應該要 在這裡有個報告 納入環評的考量 不是嗎 我們可不可以送一個公文給他們說 希望他們把他放進去 那正式送給他 我也覺得應該有人要去送才可以 對啊 對不對 這都是政府報告 所以政府就要去送 應該不是我送 政府為什麼不送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這是雲林憲政府委託的 雲林憲政府當然可以提出這個要求 我也覺得是 對不對 我做出來這個報告 要請你納入行公文 沒有的話他那個環評報告 什麼就不完整才對 因為你有一個報告 為什麼連review都不review 這個是我覺得 這個案子已經有在訴訟嗎 沒有 剛才那個律師的 還沒有 還沒有 他只是說 在這個 流病的使用上 他給意見 沒有出色 沒有提出這樣子的出色 因為你剛才講已經超標了 然後又有 又有這個 流行病病學的變異 也有排放超標的這個事實 那時候我們這次去跟民眾說明 以後看你們知道這個訊息 以後他們要怎麼樣 民眾是不知道的 大部分裡面 今天在場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今天不講 這個就是寫在報告裡面 那你們現在不是委託單位 他們應該除了這個報告 應該要采用權動 我覺得是 他們應該有感才對 對 你不能做報告 不是 我不會做報告 也做報告 報告的結果 他們應該要 在任何環境裡面 就應該可以做 應該 應該對於社會問題 共建的一個報告 你先生應該 跟 你總之這樣 而且你不採用的話 你還要說出不採用的理由 應該是 我覺得 我同意你的看法 所以我們不曉得 他們會不會這樣做 所以你怎樣做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環境 就是另外一個科 就是 空體科 蠻好 對 會不會他們拿去用 不知道 我們有點工作錯 從剛剛那個 污染物啊 有些怎麼是 可能是二三十公米 有的會這樣 那這是什麼 還不知道 有的是地方 那個地方有污染 有的 有的 我們還要去找原因 我說這個就是 並不是每一樣東西 你都一定會看到最嚴重 是在十公米之內 我想這個是很 這就是複雜 環境的複雜度在這裡 那再來就是說 那時候還做六親的員工 他們自己得病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想知道 可是那就不讓我 大家都問我這個問題 他如果願意讓我做 我就會知道 大家都 我已經想說工廠內那麼高 對不對 發生火這個是 他們的工會牆什麼 台灣沒有一個地方工會牆 所以 好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 那還有在高雄的 左營 高雄的那個 中油啊 他那裡污染的情形是怎麼樣 跟台說污染的情形是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演講 我是有做一些 那後來別人再做 我有一些 大色靈眼的 研究 應該也 八九不離十 就是有一些事情 那 是是值得做 應該是更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一些東西 另外在國外的 這個 類似的 這也不是第一個場 因為 因為國外的相關研究裡面有沒有 因為實話有不少啦 那這個場真的很特殊 這麼新 意外這麼多 這麼大 這麼大 不多欸 所以並不是什麼東西 都是 我們想當然啦 好像一定是這樣 跟居民的居住這麼近 這個都是特色啊 這是台灣還有它的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別人也在看說台灣做出來是怎麼樣 但是實話葉的一些研究不是我 只有我做 我們 我今天跳過去我們那個PayPal Review 所有剛剛講的時候有健康危害 都有文獻說過 有這個 或去找小孩子或去找醫護都有道理的 這個當然就不在話下 好 是那個 我們一開始有台灣有做 就是 分析環保水 這個 他發現這個 用超越距離來做的時候 那個 Stars Nuts 還有臭小孩子 他的高處釣球的基率都不高 PayPal 2.5很高 然後甚至 這個超越距離 如果是高雄來看的話 高雄還是 雲林這邊的兩倍 所以高雄的那個 汙染的情況 我們用環保水資料來看 是比雲林還要大一點的倍 所以 當然我們有時候會想說 為什麼 雲林這邊撤起來 這個環境管沒有出的測試比嚴重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 老師剛剛是用那個 平均值再加 Standard deviation 但是我們環境管理 除了這個值以外 超越距離也非常重 看到它超出標準的 %技術的過程 那 我們用一下那個小值值 每一個像 SO2 你如果用黏平均 你就看不出 很多 你的臉 可是你如果用 小時代 75pp 就可以看得非常明顯 那這個就是 這個報告出來的時候 環保署公保署 在那裡 還在 超越機率一小時來看的話 用小時的標準值來看大概什麼 就是很高 那就是美國環保署每三年 怎麼去做 怎麼做出這個 這個是健康標準 對 因為我們現在說 環保署的標準 還是 那個不是健康標準 還是連平均 那連平均就被捨去 就是說 台灣就是被這個 對 連平均日平均都是錯的 這個環保署 美國環保署就跟你寫清楚的時候 就不可以這樣 所以它改了 結果我們 我們用拘泥過去的標準 用過去的標準 來合格環保 所以這個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 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因為 因為我們用國家標準來看 它的超越機率怎麼大 真的是 超出標準的 所以剛剛我才有計畫就是說 在當年環保署的時候 沒有檢討 國家標準是不夠嚴格 現在檢討就是不夠嚴格 所以讓人家改 可是他現在的論述就是說 我們都付了國家標準 你不會讓你告訴我這樣 那國家標準不是健康標準 啊 現在有人住在那裡 就健康受危害了 所以你要不要來打 你去看美國環保署 SO2的修正 那就講得很精準 再進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用國家標準 然後用國家資料 來看的時候 高雄的超越機率是 雲林的兩倍 那死亡率有多少倍 我不知道 我還沒去看 我還沒去看那個 高雄顯然是蠻嚴重的 對對對 因為高雄的場很多 當然 而且喔 而且我發現雲林的風力 風很大 風很強 高雄沒有那麼強 高雄大概平均是三米而已 但是 但是雲林那邊 大概有七八米以上 就到十二米 所以他設長選擇那個位置 是蠻聰明的 不知道 所以 所以 賣了台積也 不覺得他很聰明 因為我們看起來那個風速是很大的 平均起來風速很大 他也是漂的比較遠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大於每小時五到六公尺以上 高雄小於三米 小於三米 他就大於五到六公尺每秒的時候 然後 總度到這裏高 所以才會十幾公里以外還有影響啊 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所以要從在地的眼光去看他 再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 不好意思 這樣的觀點是說 如果說他的標準是夠的話 相對的這個風強的話 當然就是說 有助於他或是停滯在那邊 造成影響 息勢的比較快 是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標準 那風大就對賣了影響降低 對台積增加 不是 他也從邊線 從他的邊界 邊界值來看的話 他要符合的規定 對不對 是啊 所以他就是賣了會下降 台積會上升 這樣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就是台積為什麼 一條街幾年 也有點道理 你以為你應該是幾公里 結果 蠻高的 雲林那個地方 就是說 東天 東北清風很強強烈 那當時設監測站 怎麼沒有考慮到說 到口湖 到甚至到那個 東石那邊去設站來監測呢 就是說 冬天的時候 不知道當初的 東北清風很強烈 我不知道當初的理由是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直到我做這個研究 中華民國才們 人發現 雲林縣賣療鄉 六清工業區的 所在地的賣療 沒有空氣品 直接做這樣 所以這樣有沒有答案 就是說 以一個全亞洲最大的石化工業區 所在的鄉鎮 運轉那麼久沒有監測站 那你還要問一個更精細的問題說 為什麼不設在哪一個鄉 那所在的鄉都沒有 那鄉 按照是有設到斗六啦 五尾啦 對呀 為什麼賣療沒有 你要問我 我也是 我就是奇怪了 我賣療為什麼可以不設 高雄的人無大設都會設監測站 賣療就沒有 所以賣療 一年半以來才有 這是非常奇怪的 我後來也覺得我們做空氣污染這麼久 也是很慚愧 說怎麼 現在才有 才有撤出來就跟台西很像 老師我想再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您剛最後的頭一點 其實是有一些建議 就是說要建議 那就是說 這中間也包括就是說 其實台宿跟雲林憲政庫 好像也有 有一些就是說 可能要做的這些建制 那您覺得如果說要再就是說 對於那個空氣的監測上面 要做的就是說更好 或者說其實讓這個 比如說台宿就是更有壓力 做的更有效 哪一些其實是 可能是比較關鍵的 他們最近就是 通過了一個法令就是 要求工業區方面都要加設 那當初就是說 那個要加設多少的數量 兩邊就在拔的 監測在嗎 對對對 然後環保組就說要 幾乎就是每個鄉鎮都要有 他禁齡的都應該都要有 所以禁齡六清的北部就是大城 然後這個賣了台西 過去大城有 台西有賣了沒有 這是非常令人難以為 那以後就是通通要有 所以這個是由台宿來負擔 這個監測站的價值 對 現在就是 那以後的工業區都是 比照辦理都要怎樣 那您剛剛最後還有談到那個 比如說健康基金的問題 那我只是在想就是說 這個部分就是說 台宿會不會也擔心說 一旦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就是好像證明到就是說 他們的污染跟地方居民的相關 而造成後面可能的這個 比如說訴訟 對的影響 所以從廠商的做法 就從詹律師的講法就是 他要來證明跟他有關 那他怎麼來證明跟他們 他要做研究啊 從居民來講來證明有關 所以當然交集就是大家要去做 或者怎麼證明 所以他應該要做 在這樣基礎下應該有交集 應該要一起去做 就是釋手合意 他現在就是談不容 談不容 他能做嗎 對啊 聽說他只願意給 雲林縣衛生的局 做衛教 要幾十萬或幾百萬 就是不知道呢 就怎麼辦 這個 我們今年就談談看 看看這樣 大家有沒有辦法用這樣的基礎 得到一些公私 有 λο denser 蛤 4個射狀 多少錢 алы 14個射狀 10几部曰 都是 不計成本 你真的很難想 每一年14個社�у 我记得每一季这样子采 采血骨微粒 采VOC 采PAH 那回来做ICT MASK 做HPROC 做GC MASK 不到160万 其实都是情商的 没有算成本的 因为他就是没有钱啊 我怎么能跟他讲 那你如果给外面顾问公司 这怎么可能做得起来 一个Canister就要算你四万块 我们做的至少两百个以上 好像多久了 一个Cent of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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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每一季做一次啊 就是说小时值 还是说 我们是做那个多天的平均 那多天均均 对 还有Programming 我们那个采用器是蛮聪明的 要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今年准备要做的是到台西曼阳 每一村都去做 好像每一村都去做 我只好这样一直做 我现在正在今天就下去 就是每一村都要下去 每一村 有空气我都要 也一样也是这样经费而已 就是这个空气里面本来就要分出来 另外一个计划 可是他没有钱啊 你现在是球线 你那企划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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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总共八九百万 做多久 一年啊 一年八九百万 对啊 一位是要做几年 每年都要这样做也可以 我说先做三年 然后停下来想一想 要这样再做下去吗 体检出动的台大引领分练 都是三到五个医生 然后几个医检师 几个护士 那个一个团队都十五个左右 那一大早 每一个要去检查的人都要空腹 所以要很早去 不然那七十几岁的相亲去了 你要空腹抽血 那抽完血才可以吃饭啊 不然就不准啊 这非常辛苦耶 所以那个七十八岁的 那他就说 我说到十一点 十点半了 十一点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说 我一定要尿出来 有尿腻的药本给你 那他就尿不出来 所以这每一笔我都很辛苦 看到就很难 他就说我来参与这个 那我就是要 我说那他不出来 也只好你这个样本比较不好 那你就带回去 那你真的隔天要的出来 我们再去跟你收好不好 他说不好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我一定要对我们这些相亲 做一些交代说 我看到什么跟他讲 所以那个成本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昂贵啊 那三千多人配合我们的成本是更高 你看那个问卷 你一问哦 四十五分钟以上 他愿意这样让你这样问 我觉得都蛮感动的 一个一个这样问 就问问卷 抽血理学检查 然后收集他的尿衣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 你说大部分钱是花在那里 也没有给他们一些 没办法啊 不可以给啊 这个会计是不可以 只能玩的时候给他这个吃 你怎么要给人家吃啊 因为他就是空户来啊 所以我们是买了早点给他 只能这样啊 他那个都要造车要签名啊 不然这个会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做这个 我是很辛苦在这里 就是一大堆这些规定 让你都到一个程度说 国家要决定要不要怎么做 我们要从台北下去 每一次这样下去 都大概星期五要下去 星期六做一天 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这样做 十点都做完 马上车子送到台大来分院分学 离星这整个都当天要做完耶 冰冻然后送回台北 我们那个尿医药怎么做 就送回台北 然后一年一千多支这样 你就知道那个 就是我会 如果说这个过程 我应该把它拍成那个后面带 每一笔 你看到那一笔就是这样 我就说我这样比较好 还是邻近郎做一年两个事 答案可能是一样耶 奥捷果我要这样做啊 你知道吗 这个过程就是说 知道我刚刚讲了很多公安的 那个就是 应该有影片 但是后面 我发现我应该要把它拍出来 就是在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过程 那每一个人都先去打电话 寄信打电话 催他要出来 他跟刚当地的诊所合作这样 请他出来 我说这个都是能够出来的 那些几乎很少 有几个来 有的是做轮理人家会推来 就是这个 相对比较健康的 那我们现在如果可以到家户去说 那个本来就已经不太健康了 理论上他受污染的影响会更明显 那这个我们是没办法 还没办法论去 他就说亏我们云林分院 我们在那边关系还不错 他们跟诊所关系不错 所以大家愿意帮忙 不然你这个外人去 我们国家常常讲说 这个事情做 找谁做 找国家卫生研究人 看他去做的话 没有人理你啊 你去他没有人理你啊 你知道我要入这个 每一个诊所都要拜会 他都跟他讲 他还好这个詹老师 他有同心力 所以人家愿意配合 不然在地他不配合 你什么都做不然 这个是最辛苦 就是那样的人走到你设立 我们常常设立在卫生所 某个诊所的旁边 庙口 融会的往常 就是你设立这样 那他们来 那早上大概都是七八 七点多就开始 那我们都希望十点就结束 那常常都到十一点多 一场一场大概这样是五六十场 每一个地方这样 还有 顺利就这样碰到下大爷 看怎么办 所以这个想了好多了 最后他们说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最好 就是去到他住的附近 他还对他是比较好的 目前这个 这个模式我就要讨论说 要不要这样再做下去 我是有点累的 所以他们问我说 我再这样做下去 所以我是真的 不晓得你怎么办 那个 我们台北下去都要四五个人 可是现在 这个出来的结果 还不请你让当地的环保局 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所以大家讨论啊 很多人说可以 那我们再看看 要不要啊 要不要采取行动 这一次去问就是说 要不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认为可以 有人不认为可以 不认为可以 就是说 那就再继续做 三千人 不过做三万人 所以三千做三年 三万人 这个速度就做几年 你想想看 做三十年 要这样做吗 这个大家要讲 所以那个模式要改变 我认为是这样 那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刚刚说这个过程辛苦嘛 要把它拍成纪录片 像那个那个 那个李慧仁导演 他做的那个 有啊 当地去都有一些纪录片 拍摄的时候 詹老师你做的时候 就通知我们 他们就去拍啊 所以他们有拍了 没有 都忙到没有通知他 没有可能不可能啊 我们为了这个说明会 今天下去就忙了 我几个例子来讲 我们该不该给出行的人 一点小礼物 有的地方说有 有的地方不要 要只要买一个豆油 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啊 因为你这个只能买 八五十块以下 就要去跟人家说 你要两百份豆油 你要去找 很多麻烦 就是说 一件事情就变成 我们就变成多忙 这个都不是我们学术界 有能力去做的 有很多行政的事情 都造成 做起来 我都辛苦在 你如果说我纯粹做研究 那就简单 去社区 我们跟社区做 环境污染 造成健康 跟社区居民的 互动的过程 是蛮复杂的 很多细节 那我们的助理都是 大学毕业啊 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都要你去带 你说 有时候人跟 跟人家打个电话 讲这个体面话都不会 你就要被人惹了 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就说 这个 但是 每个人 经过我们这个 都有很多的成长 他就说 原来 当地蛮可爱的 或怎么样 他没有发生什么 现方的问题 他或许忙于工作 他也不见得 愿意齐齐地去配合你的这个抽样 对啊 对啊 他会认为你有 他其实做出来 就有 异常率蛮高的 我说各种的异常率都蛮高的 这个 那我们都请台大医院 文练通知他 可以继续追踪 不容易啊 没钱 有钱没时间 他大部分没钱 要跑到 我们的抖六区 蛮远的 我说我现在在 说我这异常的人 要不要怎么去跟他后送 那这个就 就蛮大的功诸了 你要怎么去 让他可以到我们 英明文院 再做敬礼物检查 去挂牌 谁带他 我们现在在跟台大医院 文院在谈这个集组 那些我找出来 异常的那些 现在血液再检查下去 如果有那个浓度很高的 那怎么办 我们有看到那个重金属高的 的孕妇啊 他就从测 测三遍都高 然后赶快通知他 他怎么办 像这些事情就是 只要一个个案 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太想说这个已经 快超乎我这个 以一个做学术研究能够做 那助理都很年轻啊 都要训练 那训练到很会了 就跳下个工作 就要新助理 所以这个一定 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台大婚院 去做 我们的婚院的院长 一定同意 如果这极致好 就跳开 要有一个医院的体制去做 才方便啊 那我就做研究的部分就好 这个人的照顾满 满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对象 只当严重的对象 他就是一个人啊 他现在就 你知道他受到无然的影响 那你怎么样告诉他 他怎么样帮忙他 好 这个 九个他那些什么分离 张老师 因为刚刚刚有人也听到说 就是您的报告来讲的话 一开始一天出就是 我们的环境体肤的一个标准 好像是虐血不足的 然后 而且再加上你刚才讲到说 其实我们环境的报酬 我们老鼠他们监测的 检测的竞速 可能也会太加强 所以就在刚明的监狱 因为你建议可能跳得比较快 我看到 到不得我看到监狱 是比较多次在后面 补偿跟后面追踪的部分 那照顾年龙对于前半 就是关于比如说环保 如果他们要做4.6 或甚至要新建成的建议的话 会不会那个环境 会不会想说要建议它 要怎样去改善 会不会在前端去预防 之后还有这样的工厂 我们有想过这个 因为这个是可以以环保局做的 那定标准是环保署的 所以我们就不敢一页说 跳过环保局去建议环保署做什么 所以当初他们就给我们一个指示 我这个是修改过的建议 就是说 你一定要建议说 我们环保局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说 建议环保局去跟环保署 建议做什么 就这样 所以这个要有分寸 你如果有一个学者 我当然告诉他说 台湾很少有这样的研究 一旦有这样的研究 就要来修理 把它练 有本土的研究 就觉得健康有影响 环境标准就跟着改 我们过去环境标准都是超的 超国外 现在已经有国内的东西 就应该来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机制 我们没有这个机制在启动 这是有点可惜 所以他就是 只要他监测的 要增加 起码我测的 通通要放进去 结果没有 因为他在设这个站的时候 还是想 传统这样站而已 不足嘛 对实话工艺其实不足的 所以这个 都有点落后了 其实在中国的石化工业区附近 很多的这些监测都有在测 他去帮忙他测的也是台湾的厂商 台湾监测的厂商都知道在中国某些石化工业附近 监测的项目比台湾还多 你就知道这样不太对了 所以基本上你已经有发现说这个 就是监测的这些标准 可能已经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包括甚至监测的方法 对不对 应该他要 厂商要证明说 他的一来讲 他的排放没有超过标准 因为对方的生病跟他不是他造成的 简单讲我测到的 他没测到就是有 所以他为什么要跟我平行测 说你测有我测没有 所以他现在要收集这个证据 所以当然他要跟我用同样的东西 这样很好啊 一定有嘛 如果他没测到他就早就讲了 说那一定都有啊 因为都买同样的厂牌 因为那个 卖仪器的厂商很高兴啊 就一次都会卖好多部啊 因为 我们浪费这个要干嘛 这个很无聊啊 可是我们他愿意浪费这样的钱 去做这个重复的事情 他应该是他自己先要 他就相信 他就相信说有公正的团体 我会随便测 不要嘛 他就说他要在 结果测试法都一样有啊 一样的仪器 一样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 这个 高兴的是卖仪器的 都有好几套啊 这真的呢 没有很有趣 这三年来 很有趣的一个新的发展 请问那你做这几年来 你有认为是政府是在解决事情 还是政府是在帮厂商在掩盖事情 都不是吧 当然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真的用心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不尽的说他一定是帮忙谁 因为大家都证为这不是他一个单位可以解决的 就变成没有人要解决 这个都是新的 新的监测新的标准新的做法 还有一个理由 他可以不做的 他就希望是别人做 别人做 刚刚为什么说是在中国大陆 他可以设很多的在监测 而台湾的政府为什么 不会想要去设那么多的在监测 而那些反而是台湾的厂商去帮他做的 那是不是这边的政府是有点不想这些资料 出来的话会麻烦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这就是后进者的好处 你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就可以规划 我们就说我以前就这样规划 你好像今天要去做做 就是以前的人规划错误 你现在去做什么改革就是过去的人做的不够 这个观念是阻碍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吧 我也觉得日新月新是理所当然的 以前人并没有想到 并不代表以后人就不能过去改革 这个观念不改确实是 那这就是风险评估的好处 风险评估告诉我们有新的市政 新的科学 新的知识就要重新评估 可是我们现在政府部门的观念 还在留在说过去永远是对的 所以过去就这样子了 所以你新的他都不接受 也就不用再做 这个就是两个观念的冲突 我是会补充说明一下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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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